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花育小學堂 我是花育師Hana 很多朋友會自己綁捧花 最常遇見的問題是 他們沒有辦法抓出這樣的一個歐式捧花的跳躍感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成就一束完美捧花的這種空氣感、跳躍感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在於螺旋花角 如果是用這樣的花的質感來跟你們解釋螺旋花角的話 可能會有點雜亂 所以我今天選擇用木棍來跟大家解釋螺旋花角 螺旋花角的原理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仔細看的話 我們在抓花的時候當然是一隻一隻放上去的 每一隻花的花角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放進手裡 那他們呈現起來的結果就會像這樣 整束花這樣子360度的角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 這樣子的話花角就不會打架 然後上面的花也能夠自然的散開 如果沒有照著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順著同一個方向排列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早期中一隻來做給大家看 那如果這一隻 假設我今天沒有放好 它現在是這樣吧 那你看如果這樣 它就是朝著不同的方向放的話 整個花角就會變成打架 然後上面的花也會變得更擠 擠在一起的感覺 就沒辦法呈現像剛剛這樣子 整束都是螺旋花角的時候 上面會有這樣子可以自然散開的蓬鬆感 那其實要把一束花抓成像這樣子 有漂亮的螺旋花角 然後上面又要顧得很漂亮 其實是有一點難度的 其實非常仰賴我們日常這樣抓花的手感 最容易遇到的問題是你同時 你想要把下面的腳顧好 所以你這樣放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顧及上面 花面的顏色 配色跟整體它的高低等等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也不是說 像我們這樣子 只要照著螺旋花就要放上去 然後一束捧花就能夠成功的 我會先建議學生就是 都不要顧及上面的配色 跟它的高低層次 你就是 就是只先試著把花角排好 練好 然後一束花這樣子完成 那我們真的都熟悉了 這些手感跟螺旋花角的問題之後 再來就是同時顧花角 然後又要顧畫面的配色 跟花的擺步點 那其實不管是開放型的捧花 圓型的捧花 甚至是我們說的平行的 垂鋪型的 我們都是使用螺旋花角 去完成一束捧花的 所以螺旋花角在捧花裡面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鍵 我們現在有推出 捧花的一個系列課程 那從最基本的圓型捧花 到後面比較開放型的 歐式捧花 不論是初學者 或者是想要進修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參與 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 參加這個課程 那喜歡今天的主題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歡迎收看 下次見囉 掰掰